朋友们大家好,这一期我们要见面了 现在呢,已经有一部分咱们粉丝朋友开始搞定植了 但是呢,有一部分浓户反应啊 就是说定植以后,这个苗呢,就出现了不明不白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 逐渐的尾烟,死亡,这样的一个情况 主要有这个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呢,咱们这个土壤啊,也没有经过消毒的一个处理 因为土壤里面呢,携带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蒸菌呢,或者细菌,这样的一些包子 那么残留在土壤里面,只要一浇水,它就会导致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,咱们呢,这几年啊,使用的一些粪肥 咱们很多农户啊,腐术程度上来讲啊,不够 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腐术,直接做底肥来用了 这样呢,就导致咱们这个粪肥啊,它本身也携带有大量的这个蒸菌包子,或者是细菌 所以说呢,咱们在防治上,怎么样去防治,第一个,粪肥 如果说咱们是没有在焖棚的一个情况下,而且土壤呢,又是在连年的去连做的一个情况下 建议咱们农户呢,粪肥一定要充分的腐术 要用农家肥就一定要腐术,不用,咱就别再用农家肥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,就是说咱们这个苗啊,只要缓过来苗之后 咱们呢,就要马上的进行一下啊,这个灌根处理 呃,那么我们呢,常用的一些配方啊 呃,比如说呢,咱们可以去选用一些 厄美菱,四枚素啊,再加上一些 呃,这个西纤马林,或者是赛菌铜 呃,因为赛菌铜呢,属于是有机铜啊,可以去混用啊,这样子呢,进行去灌根处理 呃,然后呢,您间隔个五天吧,五天时间 然后第二次呢,呃,您单独的再用这个新菌啊,这样的一些机型 然后去灌根处理啊,就可以了 欢迎订阅我的品牌